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某物體做等加速度直線運動 第一秒末的速度是6公尺每秒 第二秒末的速度是10公尺每秒 他問這個物體第三秒內 什麼叫第三秒內 這個時間0到1秒 這是第一秒 1到2秒 這是第三秒 第三秒內就是時間從2到3 這個是第三秒 第三秒內 那麼他問那個平均速度多少 那因為他這個是等加速度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的話 這個第三秒內他初速是v2 末速是v3 他這個時間內 他的那個平均速度 就是二分之多少 v2 這個初速加末速了 初速加末速了 那現在我們曉得初速這個知道嗎 那v3 v3的話呢 多少 我們知道說他的那個加速度 他是等加速度 等加速度運動的話 他那個瞬時加熱度跟平均加熱度一樣 那我們就算那個v3 那我們就算那個v3 就是2到3 他的速度變化 就是v3 減掉v2 除以他經過時間3減2 那麼他的 這個加熱度等於多少 這個加熱度這個等於多少 等於是v2 減掉v1 因為他等於要速度運動 他的速度加熱度跟平均加熱度一樣 我們算他1到2秒的平均加熱度是這個 就是2減1 這多少 這1分多少呢 這10減6 這等於4 也就是這個等於4 那v3我就可以算出來 v3等於多少呢 等於4 加上v2 v2是10 所以這等於14 等於14 好那這樣的話 第3秒內他的 平均速度 2分之 10加熱度 v3是14 所以這個是24 24除以2的話是12 所以的話 是等於12公尺 每秒 甚至少 會甚至